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雄正在被四个赏金猎人追捕 大雄可是宇宙中悬赏最高的通缉犯 男主角毕竟是男主角 不管是啥人都可以把他给打倒的 大雄秀了一波操作之后 四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他跟赏金队长说 你犯了三个错误 其实是不应该接着活的 另一边的猎星上面 我们的女主角小美被抓起来了 还被两个大男人关进了笼子里面 与此同时 大雄找到了在第一部里面救出来的黑人大叔 毕竟那个悬赏通缉 跟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不仅见到了黑人大叔 还见到了一个可以瞬间移动的元素族老太婆 老太婆给他讲述了一个宇宙中的传说 传说讲完之后 大雄便很快地离开了黑人大叔的家里 与此同时 死亡使者军队已经开始入侵这颗星球了 拥有超强战斗力的是死亡使者军团 在这个星球上 可谓说是小霸王级别的人物了 航行无阻的 当大雄再次找到黑人大叔的时候 他已经领盒饭了 经过一夜的战斗 死亡使者军团已经差不多统领了整个星球 马歇尔王还在群众的注视下 把自己可以控制灵魂的绝招表演了一遍 紧接着 我们的男主角大叔就出现了 在马歇尔王的同意下 他和杀死黑人大叔的死亡使者进行了单挑 结局不用想也知道 男主必胜无疑 胜利后的大雄可以获得一个战利品 马歇尔王赐给了他一把匕首 并要求要为他进行洗礼 这个洗礼就是消除人的痛绝 在给大雄洗礼的是马歇尔王读取了他们的记忆 知道了他是复仇星人 宇宙中那个传说就是 马歇尔王会被一个复仇星人所打败 甚至这个传说的马歇尔王早就把复仇星给毁掉了 大雄也预感到了自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那还说啥 赶紧跑啊 他故意被赏金恋人抓住 然后在监狱里面见到了女主 结果在上飞船之前 遇到了马歇尔王派来的追兵 干掉追兵后 迫于体力上的布置 他晕倒了 此时火焰看着就要向他们滚了过来 这个时候一个死亡使者把他给拖走了 醒来追问后 才得知原来那个死亡使者也是复仇星人 大雄带着仇恨潜入了马歇尔王的战监 无奈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羞辱男主 他还把女主喊了过来 让他嘲讽大雄 就在马歇尔王咬鸡杀大雄的灵魂的时候 女主突然给了他一刀 但是女主也被击飞了 还领了盒饭 最后大雄直接一刀干掉了终极大boss 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新的王者 然后还接受了死亡使者的跪拜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